嘿,大家好,我是啾啾鞋 遇到了Facebook不酷的时间 那么这次呢,我们要介绍的并不是像之前的那种矽谷大公司 这次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本土创作的一个网站叫做Kado 那么Kado是一个怎样的网站呢? 它算是一个综合性的创作交流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PO一些图文创作 或者是写一些文章跟大家互相交流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创作的话呢 千万不能错过这个网站啦 那Kado呢,它创立于去年的年初吧 那我觉得它的站长非常非常用心在经营这个网站 在早期的时候,它在它的粉丝团上面PO了一段话 它说,我想要做给你的不只是好网站 而是全世界最好的网站 你给的赞对我来说是很严肃的责任 你每一次点开Kado 对我来说都是继续努力的动力 我可以一天不休息 但无法一刻不去思考怎样让Kado更好 就是希望下次你再进来试 它又变得更好用了 这里没有电影里一夕爆红的神奇故事 但这里有我的诚意和觉悟 有没有快哭了感觉 而且的确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很多小地方看到这个站长的用心 这个就是Kado的首页啦 你可以看到真的非常多的创作者都在这上面 那首先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 就是当你把滑鼠放在一张图片上面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那个字会跳 像这种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出这个站长非常用心在经营这个网站 它不是单纯的用颜色的变化来代表你的滑鼠放在这上面 而是用跳动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创意 那往下滑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站是属于无限载入的方式 但是它载入速度可以说非常快 还有一个小地方就是当页面载入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动画 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可爱的卡通人物 对像这种小地方呢 就可以看出这个站长非常用心 那要怎么注册呢 先到左边你可以用信箱免费注册 或者是直接用Facebook快速登入也OK 那登入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像这样 这个就是你的个人页面 你可以自定大头贴啦 封面照片啦 或者是更酷的你可以自定你的网址 像我的就是 卡斗.ccslash啾啾鞋 就可以有自己专属的卡斗网址 最下面呢就是我的创作 那早期我会把翻译一起放过来 但是后来我觉得 既然这里是属于创作者的天地嘛 我就把翻译都撤掉 就只放自己创作的图片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把 网路上载的图片放到这里来 那接下来在左上角 你可以看到我有一个230点 这是什么呢 这个点数其实是 在这个网站上有点像货币的感觉吧 就你在创作图片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这张图片要几点才可以观看 或者是你想要看别人的图片的时候 也是同样要付出点数的 那要怎么增加点数呢 点这里 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发布作品可以加10点 邀请新用户完成注册可以加100点 或者是你本身作品可以定一个价格 就可以增加点数 那怎么邀请呢 就按这里邀请朋友 就跳出你专属的邀请网页 你只要把这个网址传给别人 那当他只要透过这个网址注册之后 你就会得到100点 并且他会自动成为你的粉丝 那这个网址呢 我会放在影片的下面 欢迎各位用这个网址来注册啦 再来左边的订阅 就是你所订阅的创作者的最新po文 首页就是回到一开始卡托的那个首页 点较多 你可以看到你的收入 或者是你购买的图片 或者是你发布 你可以先选择储存为草稿 他就会放在这里 最下面这一排就是你的通知栏 像是你的新粉丝啦 你有私讯啦 或者是你有一个通知 比如说我点一下 就会看到有人喜欢你的作品等等的 那如果我们要po文的话呢 就来到右上角这里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图文编辑 你可以选择自由拼贴 这个非常有趣 你可以有图片啦 文字啦 甚至是影片 都可以把它拼贴起来 再来或者是上传一张图片 就是单纯的传一张图片上来 那如果你点写文章的话呢 就跳出一个简单的文章编辑页面 再来随便点一张图片打开来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的浏览页面 有点像Facebook的相片功能吧 所以右边就可以看到几个人喜欢啊 几个人分享啊 或者是有哪些留言等等的 那当你滑鼠放上来呢 你就可以修改一些设定 像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啦 或者是需要几点才可以观看 或者是要不要出现在首页 等等的一些内容 这些在第一次上传图片的时候 都会先编辑好 但是随时都可以更改 所以不用紧张 所以以上呢 就是CADO的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啦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这个 一个非常用心的台湾本土综合创作交流平台 CADO 那我也会陆陆续续把自己创作的一些图文PO在这上面 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我咯 透过影片下面的那个网址来加入 就可以成为我的粉丝啦 就这样咯 我是啾啾鞋 如果说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在下面帮我按个赞之 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那如果说想要看未来更多影片的话呢 就欢迎订阅啦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见咯 拜拜